台湾酒驾肇事撞死人案件频传 虽然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下班后应酬或是假日和朋友小酌 喝酒已经变成一种消遣 但喝酒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台湾人酒精不耐症世界第一 有提到说台湾酒精不耐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大概有45到49%的人带有酒精不耐症 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理事长陈哲宏指出 台湾人先天基因缺乏以权去青梅 无法顺利代谢酒精增加离癌风险 台湾每年就有4500人死于酒害 平均一天就有11人死亡 4万人因为饮酒生病 医疗资源损失35亿 经济损失高达549亿 陈正宏表示台湾人酒精不耐 要注意不能贪杯免得后患无穷 记得您是刚刚王浩慈采访报道